高调篡美大戏让赖清德演砸了 剧情以纽约开始 没有AIT主席接机 抗议如影随形 没有行政官员露面 出席所谓乔宴的美方最高官员 是州议会的助理议长 倒是跟他台湾省副领导人的身份相当 剧情的尾声是他在旧金山待了9个小时 都没有过夜 连夜返回台湾 美国彭博社对赖清德专访中 这位所谓务实台独工作者竟称 没有所谓的独立路径 此事媒体人黄光琴分析 台湾政坛有两个赖清德 一个是主张台独的赖清德 一个是将台独理念隐藏起来的赖清德 侯又宜也算赖清德 说这根本就是预感迷彰 因为赖清德不但有所谓台独路径 也有台独地图 还有台独GPS导航 明显看得出赖清德在彭博社的言论 主要目的是消除美国对他的疑虑 难怪中国国民党籍前民代蔡正元感慨到 美方要操控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太容易了 比操控电动玩具太容易 就在刚刚召开的2023年两关协议讨会上 国台办副主任潘贤长指出 台独分子算每一次 台湾同胞利益就受损一次 无论是外部干涉势力 还是台独分裂分子 都是为了一己私利 唯独没有为台湾老百姓考虑过 统一是历史大使 大陆有足够的实力和定力完成国家统一 一个在孙子和儿子之间蹦跳的小丑 也只能跳跳而已